入二手欧米加新款的海马300 需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 我原本想入全新的 但是觉得全新的信价比不高 第一点要注意别摊大便宜 入到了崴货嘛 第二点要注意别入那种修过的 毕竟海马300的日内卡尼 是有过一批返厂的 第三就是别入日并的表 毕竟日并货只有电保 没有全国联保 你坏了不可能放日本去修吧 缺号是30800和30890 这种缺号就是日并货的缺号 53400是正常的日本货的缺号 日并货是很难送去联保了 具体的又不给大家细聊吧 最后我想说的是呢 海马300的新表比二手要划算 同款差价在3000左右 你获得了一个更新年份的表 后续会更保值啊 同时它是新表不是二手 这个道理你要懂 再同时它能够在三年后才保养 而你入一个二手 已经带了一两年的保养的时间 也没剩多久了 海马150的8900基辛值的入 还是海马300的8800基辛值的入 单独说 嗯 我觉得的话 他还在此 一直在来 说 出门 Shan 身表 吐 蛆 足球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吗 如果你是一个无法撼动的纯机械粉 入一个常规的机械表体验 行动的乐趣 或者入一个毛式行动的机械表 这也算是体验了另一种新式行动的快乐 但你入一个SD的电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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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还是不完美 而9904机型就是一个观感一般 耐用皮实的自动机型 通轴乌卡度 一万五高丝房丝 导轮柱垂直立合 这些都有 而且还是28800结派的通轴机型 耐用稳定精准都不错 就是很厚和不好看 所以这两个机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 以及完全不同的两种需求 结合相应的款式呢 自己纠结自己的需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